这个股推荐是美团3690 经济日报投资二话组减选 原因是美团第二季收入680亿人民币 按年增长三成三略 好过预期 顺利47亿 去年同期就亏11亿 经调整盈利77亿 按年增加2.7倍 大幅好过市场预期的45亿 受惠于线下消费持续復甦 美团核心本地商业下的 餐饮外卖业务强劲增长 第二季核心本地商业下的 道店、酒店及旅游业务交易额 就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1.2倍 年活跃商家数和年交易用户数都创下新高 比团股价昨日收入140元 建议在139元水平级 先看前高位大约150元 中期上网摩根士丹利目标价180元 跌穿130元就减次 全门 写出来